零下四度,昨天晚上降温了,悲风笑笑,如果说不是我体重重的话,这个帐篷都刮飞了,刮了这全都是树叶子,呜呜的那个大北风,一刮的话就特别的冷,现在伸手都是感觉乍凉乍凉的那种感觉,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里了。 收拾干净了,收拾东西的时候发财,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去找他。 这里是207国道,看前面有没有通电的地方去补补电,然后再去吃点东西。 起了没有一公里,两个膝盖疼,就这个地方,感觉很空。 有人说让我查一下尿酸,尿酸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15岁出去打工, 这两个腿有风湿性关节炎,工作的地方比较潮湿,我也没想着回家,再往前跑一跑,吃完饭再说吧。 在这个加油站,蹭个水,洗个脸,刷个牙,牙膏都上洞了,现在是脚跟这个膝盖冰凉冰凉的,洗把脸真舒服。 给大家看一下吧,在这边,这个猪汤特别多,随处可见,有猪汤,有羊汤。 我还是喝个逍遥阵呼辣汤吧,能喝的习惯。 不要抬。 胡辣汤包子吃的都不错 距离过年的还得有两个月 现在回家的话 也不行啊 回家也无所事事 不如在外边跑一跑拍拍视频 脑口在外边每天能拍上一到两个视频 这个有素材呀 出来就是为了找内容拍 是不是 回家的话跟修丽 去送水的话 现在水也没了 我们水也卖完了 来年 过完年再说 干其他的话 现在也没有资本 再说这个 做一些小吃店的啥的也不行 也不会还得去 去学 说白了也就是没有钱再投入 只有这个在外边 好着做视频吧 做视频 脑把好吧 一个月能挣个 七千块钱左右 本来计划的好好的 想去新疆 因为新疆大呀 能有很多视频拍 是不是 但是呢 现在这个腿不蒸汽 只有一路南下了 别的方向 我都去不了了 没啥事 我不会回家的 到快过年的时候再回去 最少也得再跑一个月吧 咱就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里算哪里吧 就是往南跑 一路往南 过了长江 我感觉这个腿会好一点 因为那边热呀 老寒腿就是打工的时候 没有保护好 潮湿导致的 行了 不说了 咱定好方向就往前走 喜欢的话 朋友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下期见